今年1月到7月 短短半年的時間 全國溺斃死亡人數 高達284人 汐水真的要小心 這面旅遊節目主持人根治優 他曾經在花蓮海域 拍攝節目時 遇上了溺水意外 當時卡在岩石下的他 因為一道神秘的白光獲救 但是當天晚上 卻在照鏡子的時候 他看不到自己 半夜又夢到了 成為海上浮屍 這段驚悚的影片曝光 而很少人知道 他曾經是五燈獎 五度五關的得主 當年的珍貴畫面 可以看到持久色的他 武藝精湛 有一段的是我要拍 我去抓龍蝦 我們要到中間的一個 岩礁上面的頂去 結果後來他上去以後 就在就是我先講講話 然後說就過去了 就那個岩礁有三四個 就正好有那個浪 又把我撞過來 撞過去 哇 在那一刻當中 真的我無法去呼吸 那在下一秒的時候 我整個人就被捲到哪裡去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天前一片海裡 就撞到那一刻 那一刻 應該呢 這可能是 我應該被捲到海裡了去 可是在那個時候 真的我沒有氣 就撞到應該十秒 在那一刻的時候 真的 我覺得說我死了 那是黑黑的 我撞到三個弓箭 我一直突然間 一大海的強的光 然後我就順著那個光衝上來 在我衝上來那一刻的時候 有人說手給我 我只聽到這個手給我三個字 我就亂揮 然後我就上來 手拿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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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 老闆是開玩笑的 不好散喔 久死一生 雖然渾身傷 但是這一刻的根治優還不怕 抱持今夜精神繼續拍攝 晚上休息時 還和工作人員聚在一塊聊天說笑 直到他進浴室 準備洗澡的那一刻 人的習慣 老是進浴室第一個看自己 我看不到我自己 我進去看 我不見了 我真的不相信 我冷靜下來 後來再看的時候 就跟我們看那個電影一樣 影子是慢慢出現的 那個時候我自己才怕到 那個時候我才知道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就在那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一整個晚上 我看見我自己的屍體 就在海上飄 於是我就決定不要拍了 我們就從花蓮趕回台北 回到台北才早上八點多 沒想到住在苗栗南庄的父親 老早就到辦公室等他 看到我第一個就是抱我 我嚇一跳 我已經幾歲了 老爸從來沒抱過我 就抱著我 後來第二句話就罵我 他說你不要命了是不是 跟JU心想是誰多事告訴父親 自己在海上差點溺斃 沒想到整個團隊根本沒人說 那父親怎麼會描述的 如此清楚呢 原來發生事情的當下 幾位三下族長老正和神靈溝通 就指著我的父親說 你是不是有一個兒子在北部工作 我父親說是 他現在 就想說他來的前一刻 他在那個東邊 就是花蓮的東邊 很多的那個靈 要把他拖下去 要把我拖下去 那他到那邊去把我帶回來 誰呢 就是我們賽下的孫生 原來根治優 是苗栗男裝賽下族原住民 從爺爺開始 就是巫師家族 這起意外的心理衝擊 讓主持許多旅遊節目的根治優 始終難以抹去 那段影片 我真的當先還不想看 因為 我們當時事情發生的時候 旁邊有那個阿美族的媽媽 在拆海拆 都哭了 他們都說我死了 為了工作拚命的精神 原則於根治優 凡是要做到最好的個性 早在他19歲時 參加五燈獎的那股拼勁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在這個訓練的過程當中 確實受了很多的傷 我妹妹的牙斷 包括我自己的牙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跳的就是雙人 剛才大家已經看到了 表兄妹根治優和高春香 他們已經迫不及待的趕快表演了 其實我最早的搭檔 跟她是我們一群喜歡 一起跳舞的好朋友 後來我們離到 就是一度喜歡 快二度的時候 因為她發生的車禍 就重了 製作人他們覺得說 我跳得很好 然後後來她就回憶我說 你應該再來 你好 妳好 好 恭喜 恭喜 小表妹 然後增加 越來越漂亮了 當時我一想就找誰 就比我妹妹 自己妹妹最好囉 對不對 一次就 她也正好也覺得說有這個興趣 於是呢就再度的再參加 會出名等等的 實際上我們真的不知道 但只知道說 後來月比賽到三度幾關 四度幾關的時候 走到街上的時候 怎麼那麼好 吃飯不要錢 就會有人親你吃飯 十九歲這年拿下五度五關 庚智憂卻認為 自己的個性不適合當藝人 所以放棄進入演藝圈的機會 沒想到退伍後 有節目找上她 幫忙拍攝賽下族部落 意外重返螢光幕前 後來擔任台灣部落 尋期節目主持人 盡心呈現的節目 讓庚智憂兩度入圍金鐘獎 後來她還接演電視劇 老公 怎麼了 這個颱風好像會很大 我看你還是不要出門吧 我從小在山上長大 你不要擔心 如同劇中一樣 跟智憂真的是 山上長大的孩子 更了解大自然的力量 有事要過嗎 過那個 就看她們一個牽一個 一個牽一個 我去的時候 他們這樣做 我馬上說不要動 你們都不要動 拉著 大家一個牽 其實這是很危險的 我只講一句話 放鬆 放鬆 然後就是把她撐起來 後來撐起來以後 有兩下的時候 就到前面 那下面呢 就把她撐起來 走完線 先走完線 走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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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過去 不要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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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爬上去 你爬上去 一票人這樣 那一水一來就衝了 太危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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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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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在拍片的時候 我曾經過漩渦 我被漩渦捲走了 捲走了 可是那時候 你一緊張 一增長的時候 你會被她捲得更生 這個時候 你記住 氣一定要慢慢地列住 放鬆 讓你順著水 下去以後 起來 當你發生危機的時候 你的意思 一定要告訴自己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才能想出自救的辦法 跟志優分享 從小與山林為伍的經驗 而56歲的她 開了旅行社和出版公司 還身兼台灣原住民意識聯盟主席 希望讓更多人了解原住民文化 不過她心心念念最渴望的 還是回到自己的部落 近幾年 慢慢把事業交給兩個兒子 因為南庄賽下 才是她心靈的歸屬